那最後最後的這一位呢 他的特性、他的性格以及他的技能 都非常非常符合這一次旅遊的主題 大家好 我是Anson 歡迎來到陌生夫妻 欸對 默默今天不在 現在的時間是2月23號下午的2點52分 所以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是前幾個小時才錄好剪好的 沒有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不會做太多的特效等等等等 OK 大家記得在幾個禮拜前呢 Anson有PO了這支影片 這次Anson是跟 Mess Club旅遊夥伴招募平台合作 在3月4號到3月9號之間 Anson能夠帶一名自己的旅遊夥伴 一起出發海南道6天午夜度假 而且所有包含機票、住宿、交通、時速 全部都是由Mess Club贊助 那這次的報名因為時間很短 我一發出去以後呢 包含我的朋友啊 甚至YouTuber啊 還有我的觀眾啊 通通大家都跑來報名了 那基本上呢 Anson覺得 人人都是可以報名的 但是最終在挑選的時候呢 只要你是符合這一次旅程 我的一些拍攝想法 或者是 這一次的主題 以及我在Mess Club 招募夥伴 下面有一個特別要求的注意事項裡面 有提到的幾個條件 例如說你必須年滿18歲啊 還有個性啊 要開朗啊 活潑甚至 熱於表達 甚至可以跟我一起入境 一起介紹這一趟旅程 其中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 你也非常樂於分享你的每一趟旅程 那不論你是用Facebook IG YouTube 影片的還是照片的文章的等等 都非常有可能被我選上 那因為這一次呢 只能挑選一位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謹慎 我花了整整的一天的時間呢 去構思我這次要拍的 畫面 還有主題 同時間還有每一個人的個性 還有我的需求 也有跟Mess Club 官方呢 進行一些協調 一切呢 都是希望能夠更多的角度 去思考這一次的旅程 如何讓他拍出更棒的作品 給到大家 所以呢 不論你是我的朋友 還是YouTuber 還是我的觀眾 沒被選上的 別難過 下次一定還有機會 被選上的 不論你是誰 到時候這趟旅程 你可是要連其他 23個人的份 一起玩下去 讓我們在影片 帶回來跟大家分享喔 那在第一階段 24個人當中呢 我選出了6位 那在這24個人裡面 真的是臥虎長龍 裡面有 Dancer 同時間還有去過 日本 N-Town的 部落客 還有YouTuber 甚至呢 還有曾經 騎自行車 14天環島的朋友 那最終最終 我們選出了這6位的夥伴 那我就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將這些名單 提供給Mess Club 並且呢 把每一個人的Facebook 還有我為什麼選他們的原因 一一呢 交給了Mess Club 最後 就讓Mess Club 來拍吧 那最後最後的這一位呢 他的特性 他的性格 以及他的技能 都非常非常符合 這一次旅遊的主題 同時間 他也是少數 Anson自己身邊 本身現實生活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 就來打電話給他囉 喂 請問是 李小明先生嗎 我是 對 我是Anson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錄影 對對對 然後呢 小屁啊 靠 你一看到我打來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是不是 真的 因為平常 平常很少聯繫 比較少聯繫 對對對 一打來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然後你的衝浪板要帶好 好好好 然後GoPro要帶好 好好好 我們準備去玩了 OK 好 那就 那就先這樣 恭喜你啦 我愛AnsonTV 這句話要錄進去 好 有錄有錄有錄 有錄有錄 好啦 那就這樣子啦 等你回來 拜拜 李小明先生 又名 Amigo 他是一個非常喜歡衝浪 而且非常熱血的一個 運動品牌的CEO 所以最終最終呢 Max Club 在這六個人裡面呢 他們決定選擇一位 陽光衝浪型男來跟我搭配 為什麼不選女生 成為我的旅遊搭檔呢 沒抽到的朋友呢 你也不用灰心 我們一定會帶禮物回來送給大家 同時間呢 務必要繼續支持陌生夫妻的頻道 唯有我們一起把這個頻道壯大 更多的廠商看見我們了 我一定會再幫你們多奧一點這樣子的機會的 最後最後如果你還沒有追蹤陌生夫妻的頻道的話 記得要追蹤我的頻道 因為我不時都會辦很多很多的抽獎活動 有很多很多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